你好,公歌生物小講堂 我們四之三如果要說哪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從這支影片開始要介紹的後天性免疫或是專一性防禦的部分 所以這支影片我希望各位可以比較專心的來聽一下 後天性免疫我們要強調的就是淋巴球的相對應的作用 其中淋巴球包括T淋巴球跟B淋巴球 這兩種淋巴球他們都必須先碰到病原體 或是有細胞幫他把病原體呈現給他之後 他才會產生免疫反應 所以像這樣的反應我們就有把它叫做後天性的免疫反應 同時他們也真的比較會攻擊特定的對象 例如說某種T淋巴球就只攻擊某一種特定的被感染的細胞 某種B淋巴球也只針對某一種抗原會產生反應 所以他都真的還蠻具有專一性的 叫做專一性防疫免疫真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T淋巴球跟B淋巴球他們到底是怎麼樣生成跟發育成熟的呢 那我們以下會介紹兩種器官分別是初級淋巴器官跟次級淋巴器官 初級淋巴器官指的是淋巴球生成跟發育的場所 我們人啊如果總有一天要進入明知為社會的戰場 那我們呢我們這些soldiers我們這些士兵是在醫院出生在家裡成長在學校受教育 我們這個對我們人類來講醫院家裡跟學校就是我們生成跟發育的場所 那像這種地方我們就叫做初級淋巴器官 好那麼上戰場了發免疫反應這個地方我們就把它叫做次級淋巴器官 第一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初級淋巴器官 初級淋巴器官它指的就是淋巴球生成跟發育的場所 其實我們前面的影片就有介紹到就是紅骨髓 這個紅骨髓它是位於在扁平骨裡面 而我們身體最大的扁平骨就是寬骨 有些人他因為得到的血癌就是白血病 他需要受人家骨髓的捐贈 那麼這個捐贈骨髓的人呢 他通常就是會從寬骨這個地方去抽出裡面的紅骨髓 因為裡面的造血幹細胞特別的多 好那我們這邊介紹B08球跟T08球呢 T08球它在寬骨會被分化出來 然後會分化成T08球 但這個時候它還沒有成熟 它必須要送到胸腺這個構造之後 它才會發育成熟 而事實上T08球的T就是因為胸腺的英文叫Thymus 它的第一個字就是T是這樣子來的 這個地方所謂的發育的成熟指的是 T08球呢必須在胸腺待一段時間之後 它才會真正的產生專一性 也就是它會知道它要去攻擊哪一個特定的目標 還有它不會攻擊其他的目標 另外B08球它就會直接在寬骨裡面呢 就是產生然後呢發育成熟 而這些B08球跟T08球都成熟了之後 就會再轉移到次級淋巴器官裡面呢去進行作用 所以這邊我們所講的紅骨髓跟胸腺 都是屬於初級淋巴器官 剛剛講到T08球的T這個字 是因為它會在胸腺成熟 所以得名 那麼B08球的B是怎麼來的 有些同學可能就會想到B for bone嗎 或是bone marrow 骨髓嗎 但其實不是 B08球其實很有趣 它第一次被發現的地方 是在一個鳥類學的期刊裡面被發現 那是因為那個鳥類它的腸道有一種很特別的囊狀構造 叫做法式囊 Bersa of Fabricius 那這個Bersa指的是囊的意思 換句話說B細胞直譯應該是囊細胞才對 結果後來發現這些B細胞 它其實在我們生物裡面動物裡面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人很多生物都有 然後它的功能其實是跟免疫反應有關 那但是後來我們就是都把它叫做B細胞 或叫B淋巴球 那我們說第二個我們介紹次級淋巴器官 也就是執行免疫的場所 這些地方也就是會發炎 會不舒服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們大家最熟悉的淋巴結 在我們脖子的下面 在我們的腋下 在我們的鼠膝部 還有在內臟的附近 都會具有很多淋巴結 這淋巴結 它就是可以去過濾淋巴裡面的病原體 同時如果真的有病原體 它這邊就當場變成戰場 可能就會腫起來 你就會覺得痛痛的 第二個 皮脹 皮脹算得上是一個最大的淋巴結 它會進行很重要的刺激淋巴器官的防禦作用 但是有趣的是 它是什麼顏色呢 它是紅色的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主要所含有的體液 是血液 它雖然有大量淋巴組織 但是它主要裡面是儲存血液 是紅色的 那這樣還可以算淋巴結嗎 很多課本就還是算 因為它在作用上面 就是專門在清除血液裡面的病原體 所以作用上也是屬於刺激淋巴器官 也OK的 再來在呼吸道 在消化道 在泌尿道的黏膜層裡面 也具有很多黏膜層淋巴組織 這邊有很多淋巴球 所以它是我們最大最大的淋巴組織 那這個淋巴系統我們就以淋巴結為例 複習一下在那個循環的地方有提到 最細小的淋巴管叫做微淋管 微淋管是一個盲管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像手指一樣的突起 叫盲管 它可以把這個周圍的 周圍的組織液吸進來就變淋巴液 這個淋巴就可以由淋巴管 就是單方向的送到淋巴結 那淋巴結是一個膨大的地方 在這裡面就可以慢慢的 讓我們的淋巴球去看 有沒有病原體在裡面作祟 然後就可以去把它幹掉 專一性的防禦 我們會很重視這個概念 就是抗原跟抗體 或是抗原跟T細胞的關聯性 所以我們要對抗原這個字下個定義 抗原它的定義指的是 可以引發後天性免疫的分子 也就是壞人 或是我們要對抗的對象 它其實指的就是病毒 或是細胞細菌等等它的表面的分子 成分主要是蛋白質多糖或糖蛋白 但是可以作為抗原的分子其實很多種 它並不一定得要是蛋白質不可 但蛋白質是通常可以當作很好的抗原 也就是如果打外來蛋白質到人的體內 我們通常都會產生蠻激烈的免疫反應 那要有辦法把這個抗原去呈現給專一性的細胞知道 這時候就需要這些細胞的幫忙了 什麼細胞呢?抗原呈現細胞 抗原呈現細胞的定義指的是 它可以把抗原呈現給輔助性的T細胞 各位可以先幫我記著這是一個基本定義 可以叫抗原呈現細胞叫APC的細胞 它指的是指 指是專門指把抗原呈現給輔助T細胞的才算 那麼哪些細胞可以當作APC呢? 其實龔哥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巨噬細胞跟素塗細胞 這兩種真的很像很像的兩種吞噬性的白血球 他們就可以做到把抗原呈現給輔助T細胞 另外B108球 B108球它竟然也可以當作抗原呈現 我們晚點來解釋 那我們首先先用圖來跟各位解釋 巨噬細胞是怎麼樣做到抗原呈現的 好現在來了一個病原體 我們巨噬細胞當然不會等弦四肢 身出尾足把它抓起來分解掉 這個過程就是吞噬作用 吞噬完了之後 它跟一般的視中性球不一樣 分解了之後它會把那個病毒或是細菌 它表面的那個分子 那個抗原呢 把它呈現在巨噬細胞的表面 然後它就會把這個表面的抗原呢 去呈現給輔助T細胞看到 B108球我們前面講說 它也是可以當作APC 可是奇怪啦 我們前面在講吞噬性白血球的時候 有提到B108球嗎 沒有啊其實沒有 好那B細胞到底是怎麼做到抗原呈現的 我們也以這個動畫來解釋一下 B108球的表面會插著很多抗體 抗體雖然我還沒解釋 但我相信這個算是一般性的名詞 各位應該都有聽過 這個抗體它其實是一個Y這個形狀的分子 它的左手可以抓一個分子 它的右手也可以抓一個分子 抓誰咧抓抗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抗體的一隻手 可能就抓住了一個抗原 這個抗原可能就是一隻病毒 或是某個病毒身上的分子 那麼這個B細胞就會把這個抗原抓進來 利用什麼方法咧 用受質媒介型包吞 不是用吞噬作用 吞進來之後呢 一樣把它分解掉 並且把它呈現出來 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雖然B細胞它不算是一種吞噬性的白血球 但是它一樣也可以做呈現的動作 好重點來了 我們這支影片跟下支影片 就是要介紹輔助性T細胞 包殺性T細胞 還有B細胞 它們到底都是怎麼樣被活化 並且後續會做什麼功能 那我們現在首先先來介紹一下 輔助性的T08球 它是怎麼被活化的 它被活化只有一種方式 就是要受到APC的活化 輔助型T細胞這個名字聽起來就是專門做輔助用的 這個名字聽起來雖然好像很遜 但它其實在我們身體裡面扮演的軍師 甚至是龍頭一般的角色 它是誘發一切專性防禦的最關鍵 而它的源頭是誰 它的源頭得要是那些先天性防禦的巨噬細胞 或素塗細胞為主 B108球也可以幫忙它 好這些巨噬細胞 素塗細胞它抗原呈現 B細胞也可以抗原呈現 呈現給TH細胞 好它把這個特殊的這個 攻打我們的這個很壞的這個病毒 或是細菌的抗原呈現給TH細胞 知道 而TH細胞也會利用它身上特別的一種受體蛋白 去跟抗原進行結合 這個過程就叫做抗原呈現 一呈現之後TH細胞首先做一件事 就是它會產生100倍 產生100倍的數量 這個100倍的數量的TH細胞 我們叫做記憶性的TH細胞 這一百倍的記憶性TH細胞呢 它我們又把它叫做memory cell 叫做記憶細胞 它其實目前是不活化的 不活化 它的功能是要等到下一次如果又碰到相同的病原體的時候 它會大量的增生 這個會跟我們下支影片要介紹到的這個疫苗會有很重要的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處理這個病原體啊 那麼下面這個增生才是重點 下面這個增生呢所產生的一大堆TH細胞 它們就會分泌特別的細胞介素 去把所有相關的那個細胞都活化都叫醒 所以輔助型T細胞它的輔助是出一張嘴 它會把大家通通都活化 也包括它自己 所以這個細胞介素呢它會去調節整體的免疫反應 包括這個先天性防禦也會增強 包括這邊的後天性防禦也會增強 它也會再去刺激B細胞的活性 甚至它也會去刺激它自己的活性 反正功能非常的多 剛剛提到了輔助T細胞它也會活化B細胞 所以我們第二個我們來介紹一下B細胞到底在做什麼 B細胞它會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產生抗體 這個抗體是在血液在體液中流來流去 所以我們又把這個過程叫做體液免疫 我們來看B細胞 B細胞它有兩種被活化的方式 剛剛一顆球掉下來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直接被抗原活化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輔助T細胞它就沒有辦法直接碰到病原體就被活化 它一定要APC幫它 但是這邊的B08球它可以直接碰到病原體之後 就被病原體活化去產生反應 或者第二個 TH細胞會分泌細胞藉素來活化B細胞 所以這兩種方式都可以活化B細胞 而B細胞一活化之後 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產生100倍的記憶性的B08球 這個100倍記憶性B08球跟剛剛我講的一樣 它一樣是未活化的狀態 它會繼續沉睡 然後等著下一次如果又有相同的病原體過來 那麼它就會去攻擊它 那現在有病原體怎麼辦 所以它就會變成僵細胞 所以另外有一批被活化的B08球 它就會活化變成僵細胞 這個僵細胞怎麼連名字都不同了 各位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這個包氣會變得特別的明顯 這個在電子顯微鏡底下可以看得到 這些主要是一些 主要是一些粗糙內子網 是一些粗糙內子網 粗糙內子網的功能是什麼呢 這個相信各位都知道 粗糙內子網的功能是可以產生蛋白質 所以僵細胞就是利用這個粗糙內子網 可以產生大量的抗體 而抗體就是後續要進行反應的作用 它就會存在於血液、組織液跟淋巴液之中去進行 所以僵細胞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去產生抗體 而這個抗體它是怎麼樣去對付病原體的呢 抗體剛剛工科有提到它其實是長得像歪的一個分子 它是左邊可以抓一隻東西 右邊可以抓一隻東西 所以其實追根究底 抗體只是一種很黏很黏的物質 它本身並沒有直接可以破壞病原體的功能 結果這邊怎麼第一個寫溶解作用呢 它是跟我們前面講到先天性防禦的補體會共同作用 所以其實綜合上支影片介紹補體 補體它必須跟抗體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像這個地方的補體抗體複合體之後呢 它會先專一性的抓到特定的細胞或細菌的身上 然後補體再去造成孔洞 所以造成孔洞的其實是補體而不是抗體 抗體呢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專一性的去抓特定的病原體 所以它真正造成的反應是包括像下面的中和反應 中和反應是它可以去接到病原體的表面 或是毒蛋白的表面 讓它失去它原本的功能 或者它左手抓一隻 右手抓一隻 就可以把這些病原體通通黏在一起動不掉 然後這整件事情又可以叫調理作用 讓吞噬細胞更容易去吞噬這一大堆病原體 所以就可以加強我們的先天性防禦的作用 這就是抗體免疫最主要的作用方式 好那這個體液免疫呢 它最早是由馮貝林跟貝里 他們在發現 如果說以有毒的這個白猴毒素或破仓風毒素作為抗原 打到動物的血中 結果動物呢它的血液裡面會產生一些 可以把毒素中和掉的物質 甚至如果把這個動物的血抽出來 打到別的個體之中 也真的也有消除其他個體 它中和毒性的作用 那後來這個物質就被找到的是抗體 所以馮貝林就得到了諾貝爾的生理醫學獎 好以上是先介紹這個體液免疫 下支影片我們要再介紹到細胞免疫的部分喔